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是何 記得她擁有一期四借 等於有五個老婆 該如何養家呢 她不但給每個人移動偷天作 還給了個房每個月七萬塊錢的生活費 甚至還立請了家威 要他們不准查期 美猴的月期數還有哪些 但是比新年在台灣 重溫可是不會有限喔 你喝一口 消消火器 跟爸爸喝… 來... 你這個人生壞掉了 你這樣沒大沒洗 爬車 爬車 网友这样流传 这个还红到日本去了 1 准备 Go 2 2 2 替香土具打开国际市场 老派演员雷虹堪称帝人 2008年还一举拿下金钟影帝 上面 上面 老婆很重 最后跟她讲 这已经是最高阵阶了 在演电视来讲 60个 如果我这样不少年假 虽然不是少年假 但姜还是老的啦 出席金钟奖时 带上一家人 一整排坐满满 媒体一问才发现 雷虹不止戏里精彩 戏外里面让人责任生气 之前演艺圈就是盛传说 雷虹有四个太太 那大家已经觉得 对他也已经非常侧默相看 一知道 他拿了金钟奖的影帝之后 大家才开始 原来雷虹大哥娶了五个老婆 等于是一妻四妾 我还是很厉害的 说真的 他才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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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但是这... 这也是厉害的 你一直这样 不然是要给他 厉害的 连上节目都被挑战 雷虹最常被媒体拍到的 就是第四方 在雷虹的五个老婆当中 其中第四方是台大毕业 所以高学历 所以雷虹的钱 还有很多大家小小事情 去交由这个第四方来打理 那不行 我不能退休 退休 我那些人的富国 都要做 富国 当时六十岁的雷虹 得了金钟奖后 曾大方分享 除了有七个儿子外 又再添了一个女儿 已经两岁了 外界以为 这是跟四方爱的结晶 事后才发现 其实是第五方左身 而且对方当时年仅三十多岁 这个女生 是她妹妹的邻居 这第五个老婆 还没有娶进门的时候 就已经未婚生子了 那这个本来全家都反对 但是这第五房的太太很会做人 然后常常去看雷虹的妈妈 然后就送补品 到最后后来大家想说 好啦 小孩也都生了 不给人家一个交代 也说不过去了 当然这个过度解决的人 如何解决的人 磨叽的时候 蒋梁秀 那个已经是 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人 拉头把全身都伤了 但是警告你们 四丈人的本地 蒋梁睡不好 蛤 妈呀 蒋梁喔 不然大海在那边说 我还不想把他拉脚 这边渐渐 妳不知道 我睡得了 有够心快 一米到天空 真的喔 真的喔 蒋梁喔 蒋梁喔 大海在那边渐渐 她也拉得很爽快 不过也是没到天空耶 戏内雷弘想其人之福 大小老婆间整风吃吐 难道戏外的她 五方之间不会整风相对吗 雷弘大哥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建立好他的家规 第一个 你不准打电话查起 问我在哪里 第二个呢 你也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所以我今天去谁家 我最近跟谁干嘛干嘛 那你们呢 大家之间相安无事第三名 当然大家彼此要和乐相处 哇 幾位晚蓮 早餐都是大洋中蛋糕 真的喔 都67岁了 還能够下腰 看来持家之道 體力类型呼好 雷弘在金钱上 也没有回来争 五个太太 她们呢 基本配备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一栋的透天措 然后呢 每一户呢 一个月最基本的开销 她会给她们7万块 财产平均分配 在苗栗 也有间占地3000坪的别墅 还能共享天人之乐 另外雷弘的独特魅力 连曾经采访过她的陈玲玲 也感受得到 你会觉得说 哇 她好像是一个 我可以倾诉心事的好朋友一样 然后你跟她在一起如沐春风 因为她就是那种很温柔 然后你会觉得 跟她在一起你会很舒服 然后很安全的感觉 或许就是给人温柔的安全感 才能抓紧五位老婆的心 拥有其儿一女的她 最大的已经40多岁 但不是每个儿子都能量尽她 这些儿子不是 不是说他们不接受 不是这样 他在气我 我有一个十几年没见面 你是不是相不相信 那现在我多了 那我某某接受 甚至要去接小儿子下课 也被拒绝 我还在校门口有离一段气 你看那个小孩子看到我那脸 他脸然后脸臭臭 他没叫我 你知道他回答我 你叫我爸爸都不要 人家看到我上 都会往车里面看 看到爸爸这里面 人家就问我说 我是第几个老生的 你妈妈是第几个 这总统有五位 他要坐下 不要来 坐下 好 这我坐下 我坐下来 我坐下来 你这还坐下来 我坐下来 我坐下来 你是在乎我 他是乎你 这这有时候 只靠下来就靠下来 陈世言不会再举第六个 不放后宫被爆出来后 受到余润抨击 雷鸿连忙道歉 说自己是错误事犯 老来走服的他 如今选择低调过生活